在医院醒来后 医生说我的大脑受到外力刺激 会影响记忆 我只当他在说笑 毕竟除了外伤有点严重 我脑子里并无血管 而且我清楚地记得 每一个来看我的人 见我不信 这个国内最顶尖的脑科医生 也没再说什么 只是让我如果有事就按铃 我边啃着好有孔微笑的 苹果边抱怨明明什么事都没有 还说我失忆 不给我出院 难道还有什么重要的人 没来看我吗 一旁的青梅梁山试探 问道那你还记得 自己怎么进医院的吗 我不以为意 不是作为赞助商 出席一个颁奖活动 然后被落下的灯砸了吗 梁山松了口气 是啊 参加一个无足轻重的颁奖活动 却被砸了 活该 孔微欲言又止 但都被梁山挡了回去 还没等我问出个什么 病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妆容精致 却掩盖不住他脸上的眷色 像是从宴会上急匆匆赶来 走近使我 还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 看着头上缠着绷带的 他正愣在原地 眼里的心疼 配上自责的表情 让他的美貌更上一层楼 我听见心脏 快速跳动了几下 进来吧 免得被外面的媒体拍到 见我没有不满 他的愧疚更深了 燕成 抱歉 我刚抽出时间来看你 医生怎么说 严重吗 都怪我 要不是我 说完 他伸出右手 但又再要触碰到我的头 是撤了回去 我向来不喜他人触碰 他刚刚伸出手时 我的身体却没有丝毫抗拒 反而有些期待 可我确实记不起他是谁 我没事 只是你是哪位 话音刚落 美女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随后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燕成 你在生气 没能第一时间来医院看你是我不对 可老师和媒体都围着我 不许我走 我自罚了半瓶酒 才能从宴会抽身 这几天为了比赛 我很累 你别耍小孩子 脾气了好不好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只有至亲好友直呼我的名字 外人因我的身份 只会喊我燕总 他喊我名字时的熟人 看起来和我很熟 再者 他进来时 在外面帮我把文件 搬进来的秘书也没有来 甚至还叫了声沈小姐 这些都告诉 与他关系匪浅 我想到了医生说的失忆 原来他没骗我 留院观察 很好 刚走不久的孔维和梁山 不知从哪里得来消息 又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医院 梁山指着一脸无辜的秘书怒骂 连个人都拦不住 诚哥 养你来吃白饭的吗 说完又对着美女冷嘲热讽 这不是沈星沈大钢琴师吗 怎么有空来医院了 诚哥如今躺在这里 全都是拜你所赐 听到这话 我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还是关于我的 这几天我都在忙着练琴 今晚的庆功宴 我作为得奖主不能缺席 所以才晚了 狼心狗肺的东西 沈星背光而立 倔强地望着我 想到他说的那半瓶酒 我一开目光 轻斥了一下梁山 够了 梁山 没想到这句话 直接点燃了梁山的怒火 你知不知道你是因为他才进了医院 要不是你为了替他 挡那盏掉下的灯 怎么会受伤 他就是个灾星 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的场景 只记得我正走着 头顶的灯意外坠落 我就失去了意识 不是 医生也没告诉我 记忆还能只失去一半 听到灾星一词的沈星 顿时冷了脸 梁小姐慎言 梁山怒上心头 拿起一旁的水果砸向沈星 怎么 得了奖就硬气了吗 也不看看 你是个什么东西 沈星避让不及 被砸了个正着 此时医生正好推门而入 吵什么 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吗 我对沈星歉意一笑 沈小姐 天色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小李 送一下沈小姐 梁山冲沈星得意一笑 轻腻地挽着我的胳膊 撒娇道 还是诚哥好 无条件相信我 我余光撇到沈星的脚步 亮呛了一下 不动声色地抽出手 也下了逐颗令 医生又检查了一番 还是没查出什么异常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我出院成功 毕竟这么大的公司 没我得散 想到对沈星一诗三间 其口的梁山 和微微诺诺的孔威 我叫来了秘书 我作为他的医师父母 量他也不敢瞒我 从秘书到口中 我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早年我资助了落魄的沈星 意外发现了他的钢琴天赋 又将他培养成了 国内外有名的钢琴师 昨天的颁奖活动 在吊灯即将砸中沈星时 我把他护在了怀里 我择了两声 没想到向来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 我竟这么好心 我和沈星的关系就这么好 秘书显然不想多说 把手机递给了我 面带同情老板 您不如先去网上看看 大家对您和沈小姐关系的评价 听说燕城失忆了 还把沈老师忘了 沈老师终于可以脱离苦海了 没人磕吗 燕总把沈星护在怀里 这体型差 绝配 燕城不过是仗着有权有势 还对沈星有恩 以此强迫他罢了 这也能磕 同意 楼主你不如看看燕总和梁山 两人青梅竹马 不比那家是不对等的沈星好 他爬得再高 都掩盖不住身上的穷酸气 说这话就过分了吧 大山里的孩子 难道就不配走出来吗 笑死 没有燕城的资助 沈星现在估摸着 在工厂打螺丝吧 我心情复杂地放下手机 我强迫沈星 秘书赶紧摆手 没有没有 只是您对沈小姐的要求 比较严格 网友过分解读了 我松了口气 我就说我这么一个无好青年 怎么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想起沈星和梁山的病房内的针锋相对 我起了兴趣 沈星和梁山有什么过节 他们看起来 好像积怨已久 秘书支支吾吾半天 借口有事要忙 跑了 自出院后 我在公司忙得脚步粘地 三过家门而不入 在刷手机时 才发现 网上对我的骂声几乎没了 我称赞秘书做事麻烈 准备转奖金的手 在看到他茫然的表情时停了下来 不是秘书 那能是谁 梁山一向不喜欢别人诋毁我 难道是他 正巧此时 梁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 他哭哭啼啼地说脚受伤了 让我去接他 我本想拒绝 但他毕竟帮过我 去接一下他 就当给紧绷的神经一个休息的机会 没想到沈星也在 梁山一见到我 就红着眼眶诉说他的委屈 我下楼的时候 沈星他推了我 诚哥 你看 我脚踝都肿了 还没等我说话 沈星冷笑了一声 就因为老师给了你一个演出的机会 两人唇枪舌战 没一会儿又扯到我身上 那天的演出 诚哥也会来 你不过是嫉妒他对我的好 你也配 沈星是懂得怎么激怒梁山的 只这一句 就让梁山暴跳如雷 眼看二人又要大吵一架 我揉了揉太阳穴 都给我少说两句 沈星 道歉 沈星的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没做过的事 凭什么道歉 难道是燕总 你就是这样一个是非不分的人 并非我偏袒梁山 梁山自小学舞蹈 把腿看得和他的命一样重要 怎么可能弄伤自己的脚 但沈星也不似作假 没等我说话 沈星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之后 我多了一个叫梁山的秘书 饭后失去了一碗热汤 梁山来后 我每日除了处理工作 还要应付他 烦不胜烦 回家后 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 从保姆李仪的口中 我得知 沈星自那天后就搬走了 我大惊 沈星一直和我住吗 李仪显然也知道我失忆一时 感慨倒是啊 先生之前曾说 沈小姐名气大了 不该再和你住一起 但沈小姐一直没松口 这次怎么突然搬出去了 我陷入沉思 难不成那天冤枉沈星了吗 可是梁山为何要对自己下这种狠手 还没等我想出个所以然 我就发现了梁山的不对劲 于是让手下的人不要打草惊爽 微博上 梁山发了一条动态 成为秘书的第三天 和老板共进午餐 配图是一双男人的骨节分明的手 和工作证 评论里有粉丝问 这是燕成的手吗 梁山回来一个娇羞的表情 粉丝直呼般配 贵求二人在一起 富二代就应该和富二代在一起 为什么要扶贫 强强联合 先科为尽 沈星这个小气鬼 看得会不会气死啊 哈哈哈哈 我看着秘书递过来的手机 心里振振反胃 梁山面对我时 向来乖巧懂事 我一直把他当做妹妹 再加上两家 是邻居 所以 他偶尔的小任性 我也会包容 我从没想到 他对我竟抱着不一样的心思 我鬼使神差地点 进梁山为二的关注 一个是我 一个是沈星 我有些心虚 隐隐希望沈星看不到 可沈星那边的粉丝 却更加激动 纷纷在沈星的评论底下 问此事是不是真的 更有甚者 已经开抽奖微博 庆祝沈星脱离苦海 一万块 抽十人 助星星成功逃离渣男的魔爪 抽一个宝宝 送星星的音乐会门票 庆祝星星脱离苦海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此事越闹越大 连在海外旅游的父母都知道了 燕成 你和梁山是怎么回事 父亲在位多年 不怒自危 关心儿子的话 从他嘴里出来 都变成了审问 我老实交代什么都没有 只是之前成了他的情 让他在我们公司 历练几个月罢了 父亲叮嘱你梁叔心术不正 他发家的手段 尚不得台面 你少和他们联系 在得到我的保证后 父亲毫不犹豫地 挂断了电话 闲暇时间抽空来关心我 真是累坏他们了 我不时看着手机 期待有个人的电话 能打过来 随着艳士和梁氏的 合作越来越深 闻到位的营销号 开始造谣 梁杉的评论区里 已经开始有人 称呼他为艳夫人 得意忘形的梁杉 开始得寸进尺 照片从一开始的 只露手 到现在的露全脸 等我拿着照片 找到梁杉时 他慌忙地摁灭了手机 他再给审信发消息 梁杉 你什么意思 我不过是想 让我爸妈和粉丝们知道 我没有在不务正业 我歉意一笑 假装性了我误会你了 只是以后不要 再把我说的照片 放到网上了 我不喜欢别人 对我的生活评头论足 还有管理好你的粉丝 我只当你是妹妹 说完 我也不管梁杉惨白的脸 静止走了出去 许事件我没有 听他们的劝告 父母终于结束了旅行 只是回来时 多了带了个人 当晚 梁家父母带着梁杉登门道歉 都怪姉姉不懂事 在网上乱发东西 这几天 我已经让他闭门思过了 梁杉 过来道歉 我父母面无表情地 看着梁家人的表演 从前梁杉做错事时 我不时会将错误揽到自己身上 但这次我对他哀求的眼神 视若无睹 算计我 还想要我担责 是不是我对他太好 让他忘了 我本质是一个精密的商人 为了计划能够继续 在他道歉后 我又出来打圆场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希望以后姉姉能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梁父陪孝一定一定 只是劳烦大侄子 再待他一段时间 当初既答应了梁叔 我自然会做到 我不动声色地看着梁杉的手指 在手机上敲打 不用想都知道 他在给沈星发消息 梁杉又回到了艳势 我本以为他会有所收敛 没想到 竟然是换了一个 只有几个粉丝的小号 又开始更新 我深知得有足够的诱饵 滋养对方的欲望 于是任由梁杉 在网上做梦 公司高价挖来的设计师 设计出了一件流光裙 水蓝色的布料 点缀了少许亮片 如同艳艳水波 看到衣服成品的那一刻 我想到了沈星 高领之花的外表 眉宇间不经意露出淡淡的忧愁 穿上这条流光裙裙 宛如被王子抛弃的美人鱼 行动不如行动 我当即拍板 让秘书去约沈星来谈合作 公司的名气 大家的期待 再加上沈星的名气 我想 这次定能打开国外市场 都说红气养人 但前段时间 刚获得大奖的沈星 却万分憔悴 我刚说想邀请沈星 做品牌代言人 他就一口硬下 你还没问我想让你代言什么 不怕我坑你 沈星无所谓地笑了笑 让我做什么 我就会去做 从前是 现在也是 燕成 我相信 你不会害我 正在商量合作事宜时 梁山不管不顾地冲了进来 让我把代言人换成他 我讥讽一笑 沈小姐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人尽皆知 你有什么 就凭你那一万粉丝的影响力吗 里面好像 也不乏僵尸粉吧 被激怒的梁山 拿起热气腾腾的茶水 就往沈星的手泼去 不就是靠这双手吗 我把你手废了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抢东西 我一把将沈星拉到身后 滚烫的茶水 尽数洒到我的手上 瞬间起了撩泡 在场的人都被吓到了 我则拉过沈星的手仔细查看 这双手可不能废啊 不然我的拓展商业版图大计 又得延后了 这件事 让我父母彻底动了怒 梁山又被丢了回去 办公室里 沈星正在丢我上药 你不是跟梁小姐好事将近了吗 为什么不答应她 我把玩着手里的烫伤 要她没有利用价值 沈星苦笑了一声 我是不是庆幸自己 还有利用价值 我闭嘴不语 死亡问题 我可不会回答 第二天一早 梁副带着梁山和一个人 来对我赔罪 那人才是我昨天的目标 薛宇 国内顶尖的设计师 最擅长 把时尚和民族服饰 结合在一起 昨天的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 不然本该在外面 替我送文件的梁山 怎么会突然回公司 碰巧知道 我要和沈星合作 刚倒好的热气腾腾的茶水 怎么会这摇巧 就出现在她的手边 打开国外市场 确实是我的目标 但我更想做的是 打开国外市场后 把国内的东西宣传出去 梁家曾对薛宇有恩 毕业后就去了梁氏工作 专门为其名下的娱乐公司 制作的电影电视设计衣服 真是暴殿天物 收了好处 我也不会再追究 再加上梁家还有合作 当晚便组了个局 梁家握手言和 第二天 两个视频被人买上了热搜 一个是 燕城深夜将梁山拥入怀中 是否好事将近 佩图是我和梁山 在餐厅门口相拥 昨天 梁山因赔罪喝了不少酒 在餐厅门口时 她突然站不稳 离她最近的我扶了她一把 另一个则是今早的 几个媒体对沈星狂轰乱炸 沈小姐 请问燕城先生 和梁山小姐的情侣关系 是否属实 无可奉告 那您对他们二人的关系 有何看法 沈星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 没有看法 我的眼神暗了暗 梁家 还真是又想要搭上我家这条船啊 给了这么多次机会 他们还是要作死 那就让他们得偿所愿吧 哼着小哥刚回到家 就看到一个黑黑的人影 坐在沙发上 本以为是礼仪 没想到是沈星 为什么不开灯 吓我一跳 还以为家里进贼了 沈星一脸愤怒地 拉我进了地下室 我有点心慌 说实话 醒过来这么久 我还没去过地下室 我扒着门框 是与他共存亡去地下室做什么 难道你要囚禁我 然后篡位 沈星终于恢复了 往日那高冷的模样 怎么会 只是有些疑问 想请燕总解释清楚 随着门被推开 我呆愣在了原地 满满一抢沈星的照片 从青涩到如今的成熟 应有尽有 哪怕经历了时间的洗礼 也能从里面窥见到 拍摄着当时的爱意 燕总 解释一下吧 我有些结巴 不是 你 我 这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因为我真的想不起来 我要是知道 家里有这些东西 一定毁尸灭尽 天杀的 谁把放在我家地下室陷害我 听说你和梁山小姐好事将近 你说 我要是带她 来参观一下地下室 会怎么样 一个手机摆在了我面前 上面是营销号造谣的那条微博 沈星笑得越温柔 我越害怕 猛地想起 我是她金主和甲方 硬气了起来 你别听他们胡说 都是谣言 沈星暴毙看我现在直播 告诉大家 燕城就是个变态 家里收集了一堆我的东西 怎么样 我觉得不怎么样 那只钢笔 我大意寒假 时不小心摔了 我把它丢进了垃圾桶 那个本子 我嫌不好看 当天晚上就不见了 虽说我想不起来 但莫名的有些心虚 你不是搬出去了吗 回来做什么 沈星悠悠道 我回来收拾东西 卷铺盖走人 没想到竟发现了这个秘密 话刚说完 手机突然响起 我看也不看 直接接通 却不小心笨到了免提 电话那头传来梁山惊喜的声音成歌 热搜挂了这么久 你还没找人撤下 你是对我也并非无情对不对 地下室很小 小道里面充斥着梁山的声音 沈星冷笑了一声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 完了 这电话 不是来救我的命 而是来锁我的命 梁山 这是 是谁策划 你我心知肚明 给你十分钟 解决了你 还能待在厌世 解决不掉 那我就把梁氏解决了 梁山突然间叫成歌 沈星是不是在你旁边 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样 让你这么对我 自从沈星来了 你眼里再也没有过我 我态度缓了缓是吗 当初你故意扭伤脚 却赖在了沈星头上 我为了你 给了他不少资源赔罪 想到梁山畏畏缩缩 不敢动手 我又刺激他不是我不选择你 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 婚姻和事业挂钩 梁氏现在走下坡路 珊珊 你说 我拿什么来说服我爸妈 电话一挂 我追了出去 但沈星已经没了踪影 还把我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解释无门的 我只能含泪回家 往后几天 我天天跑医院 但医生 还是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 秘书递过来一份企划书老板 最近沈小姐要参加一部综艺 您看是否需要投资 我随意翻了翻 以前的 我会怎么做 秘书言简意该 投资 那照做就是 对了 加大投资 我要规划节目组的旅游路线 还要去当一期飞行嘉宾 你在公司要配合梁山 让他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那天我在地下室待了很久 还找到了沈星的心愿单 上面写着他想 和我一起完成的事 其中就有旅行一事 综艺录制时间不够 我只能从里面挑出几个 正好借这个机会 把梁石一网打尽 第一期综艺 采取的是直播的方式 我出现时 沈星原本还带着笑意的脸 突然黑了 我想都不想 就知道弹幕在说什么 于是好心地把直播链接 分享给梁山 艳成还真是阴魂不散 星星第一次参加综艺 他闻着味就来了 富二代强取豪夺高岭之花 他追 他逃 他插翅南飞 与沈星黑脸的话题 一起出现的是沈星的恋情 视频里 沈星醉醺醺醺地从酒吧出来 一个男人挽着他进了车 二人相邪离去 天才钢琴师沈星 脚踏两条船 和艳成被吊成翘嘴的话题 冲上了热搜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骂声 这一次 被骂的人多了一个沈星 男的渣 女的也化 让他们锁死 我在心里暗骂梁山 他爸交代的正是不干 整天想着整这些幺蛾子 于是发了一条信息给秘书 要他加快进度 看着视频录制的时间 原来那天沈星走后 是去了酒吧买醉 随后经纪人来接他回家 罪魁祸首的我 任命联系人来替沈星澄清 网络上的骂声出现一句 我敬一句 有钱的感觉真好 沈星还是不搭理我 我闲着无事 就给梁山打了一个电话 梁山 收起你的小心思 别再拉沈星下水 我爸妈是不会让我 娶一个家世不险的人 当媳妇的 听到东西落地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 是沈星 我咳了两声 不是你听到的那样 你听我狡辩 对 又把人气跑了 好在这通电话没有白打 看着手机的实时监控 我满意的笑了 鱼上钩了 就等收网了 第一期录制结束当晚 我飞回了闭市 因为第二天要参加一个竞标 在听到竞争对手 喊出30亿的价格时 我面如死灰 最近刚给海外新成立的公司 拨了50亿 旗下公司还要发展 29亿是我能出的最高价 市场部估算了这块地的商业价值 虽说位置不好 有政府扶持 五年内定能回本 现在却被别人抢了先 几天后的招商会上 竞争对手拿着我做的代码 和一份和我写的相差无几的商业计划书 在我面前口若悬河 赢得了投资商的投资 连续丢了两个大单子 导致厌世股份下跌 再加上优化了多年的代码 也被人偷走 我大发雷霆 还没等我找出卧底 那两家公司 开始和粮食合作 这是我也懂啊 原来这一切都是 粮食搞的鬼 粮山趾高气昂地走到我的面前 诚哥 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把所有的密码 都设成了沈星的生日 那天我就说过 它是灾星 你骗不信 我的手一抖 当初无比丝滑地解锁了手机 当时也曾想过 这串数字的意义 但这串数字 是沈星的生日这件事 属实是我没想到的 诚哥 感谢你的计划书 让粮食再上一层楼 我一定会让自己配得上你 我冷眼看他 你凭什么会觉得 我燕城会取一个陷害我的人 粮山不以为意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价值 我站在窗前 看着质得意满的粮山 勾起了一抹笑 希望到时候他 还能像今天这样得意 半个月后 投资商的评估结束 许是评估结果不错 为了从投资商手里 撕下一大块肉 粮食签了对赌协议 听到消息后 我乐开了花 甚至 还想去当一次飞行嘉宾 可惜的是 我没有时间 因为我正准备收购粮食 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商业奇才 但先有人知我会写代码 粮山偷走的代码 是我大学时期写的 当时技术不够成熟 做得粗糙 近几年 我没有空闲就会完善 如今离成功 只有一步之遥 但粮山和粮氏 等不及了 艳势已经做好 走向国际的准备 粮氏此时再走下坡路 再加上粮山 一直拿不下我 粮父已经动了 让粮山联姻的主意 陆家经济基础雄厚 但棋子无能 做一行破产一次 而且 此人花边新闻无数 粮山自恃不愿 于是决定铤而走险 偷我的核心代码 他没想到的是 这是艳家部的局 一个针对粮家的局 一个月后 秋风起 天气转粮 粮食破产了 代码最后的研发阶段 需要巨额资金做支撑 出事并无异常 越到后期 弊端越明显 这也是我为什么 没有拿出来的原因 其他的合作伙伴纷纷撤资 再加上粮食 需要给投资商一笔不菲的赔款 已经濒临破产 我带着警察和梁家 这些年的犯罪证据 出现在梁氏时 梁山像个疯婆子一样 冲了上来 艳成 你故意的 故意和我说那些话 故意借我偷东西 我不这一次 警察上前靠住梁山 梁小姐 您涉嫌泄露商业机密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一同被靠走的 还有梁父梁母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梁家能走到今天 和艳家脱不了关系 梁父早年 和我姑姑谈恋爱 也因此傍上了艳家 成为了商圈新贵 大多男人有钱就会变坏 梁父就是这样的人 事业做大后 她出轨了秘书 也就是如今的梁母 我姑姑知道后 去公司大闹了一场 让梁父好眉脸 梁母便邀她出去谈谈 三天后 姑姑的尸体出现在了江里 脸上还被划了几道口子 可不管怎么查 都被认定为 受到侵犯后自杀 我爸妈自然不信 艳家没有人会为了一个 可有可无的对象 就寻死觅活 后来查到当年和梁母 一起动手的那个司机 去了国外 我能独挡一面后 父母以旅游为幌子 暗中调查司机的下落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么多年 终于找到了 司机一家拿着粮食给的钱 在国外好不潇洒 而我父母这些年 走遍异国他乡 与亲人分离 我在国内与杀人凶手 虚于尾夷 只为让他们放松警惕 杀人者家庭美满 受害者终其一生 都在讨公道 艳家有钱有权尚且如此 那些受了冤屈的普通人 又该如何维权 证据却早且充分 梁家 三人锒铛入狱 一个非法集资 挪用资金和财务造假 一个故意杀人 一个泄露商业机密 梁家判刑那天 审刑提前结束了录制 出现在了法庭 梁山路过时 对沈欣嘲讽一笑 艳成从头到尾都只是可怜你 你也就现在还有利用价值 等人老朱皇 就是他抛弃你的时候 求而不得还诽谤 不愧是梁家人 对于他的挑拨离间 沈欣挽住了我 笑而不语 医院里 面对着替我检查过 无数次的医生 我毫不心慌 因为我是真的不记得 沈欣如是问道 医生 他到底有没有失忆 国内最顶尖的脑科医生 推了推眼镜 肯定道 失忆了 但不知为何 脑内并无血块 沈欣又问 那怎么样才能恢复记忆 医生有些不确定 毕竟这是 他也第一次遇见 要不是对方是艳家的公子 他高低都要哄对方 来配合他的研究 争取退休前再发一篇 Sign 不如拿一些 有共同记忆的东西 给他看看 只见沈欣皱了皱眉 把我带去了一家商场门前 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在这里 我在发传单 被人欺负 你救了我 教室里的桌椅 我曾以哥哥的名义 坐在里面 帮他参加过家长会 回家路上的便利店 我给他买过冰淇淋和热饮 从商场到学校 再到家里 这些路 我闭着眼睛都能走 可我忘了曾经 和我一起走过的人 沈欣的期盼在我的茫然中 一点点退去 随即又扬起一个笑容 没事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一起回忆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 最后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梁氏倒台后 我也没有喘息的时间 梁氏的烂摊子 艳氏旗下即将上市的公司 再加上海外公司的成立 都压得我喘不上气 好在这次我爸妈给力 没有跑路 缓解了我的工作压力 摄影棚里 沈欣犹如换装游戏里的主角 拍了一套又一套 最后压轴出场的是 那条流光鱼尾裙 步伐虽小 沈欣还是一步步走到我面前 我想起了 为了王子不惜放弃双腿的美人鱼 隐约间 好像见到了一个倔强地望着我的女孩 我往前几步 把沈欣打横抱起 我要申请休年假 秘书依旧严谨一概 好的 老板 这次我决定违背医嘱 不再犹豫过去 昨日之事虽不可追 今日之事须于期 我们为何不把握住当下 我设计了一个路线 从碧市出发 一路往西 再往南 最后一路北上 新院单上的地点都包含其中 在西北 我们见到了淼淼黄沙 在当地的人的歌声里 围着篝火起舞 在南边 我们见到了冬日里依旧翠绿的草树 在无浓软雨中 在水波的起伏里 枕着星河入梦 在往北 我们在雪地里 念了一支独属于我们的鸭鸭大军 每到一个地方 沈欣总会拉着我拍照 又从中挑选出几张记了出去 信封上写着 监狱和梁山的名字 对此 沈欣的解释只有四个字 以牙还牙 三个月转瞬即逝 我拥有了和沈欣的新的记忆 还是什么都没有想起从前的事情 沈欣的生日会上 我穿着皮卡丘的皮套 给她送礼物 新院单告诉我 她很喜欢这个黄色老鼠 皮套臃肿 我被一旁的椅子的绊倒 手里的鲜花和礼物散落了一地 投刻到了桌子 一时消散前 我看到沈欣的惊慌失措 半昏半醒间 我听到了沈欣的叙叙叨叨 燕成 梁山一直说你对我只有可怜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还是心存忘念 我不过是多看了钢琴一眼 你就买下了 还给我请了最好的老师 你总说我有天赋 但那是我为了不让你失望 夜以继日地练习 第一次登台表演 化妆间的椅子上被人涂了胶水 我以为我命该如此 但拿着心理服的你 告诉我要善于运用身边的资源 后来很多人说我得到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 我不服 想证明自己 我的大脑开始顿痛 关于沈欣的记忆 就像走马灯一样 在我脑海里闪现 我想起来了 创业即将失败的 我遇到了为学费奔波 而被人欺凌的沈欣 我第一次生出了可怜的情绪 沈欣也不负我的期望 变得越发出色 可她离我越来越远 我了然 尊重她的选择 这时 耳边又响起沈欣的声音 想不起来也没关系 我只要你的现在就够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睁开眼 熟悉的医院 熟悉的沈欣 她眨巴着泛着水光的眼睛 像极了夜空里 一闪一闪的繁星 我伸手把遥不可及的猩猩 拥入怀中 猩猩 我想起了有关你的一切 斩莓 都被泛着水光的东西 给我 一定是 我们刺激 地 你是